花生是我国主要油料作物 多年来我国花生和花生油自给率 稳居90%以上 眼下主产区的花生迎来丰收季 在花生生产大省山东 当地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 花生单产水平明显提升 在山东青岛来西市 占尾种植的200亩花生迎来丰收 全都是高油酸花生 播种 灌溉 质保 包含到最后收获的过程中 全部都是用机械化 花生产量大概在1400到1500斤左右每亩 实施了水费一体化和绿色质保行动 我们的花生单产提升了13%以上 据介绍 目前来西全市花生两种覆盖率 达到98%以上 为单产提升提供了科技支撑 同时 当地示范推广 胡萝卜花生 马铃薯花生 小麦花生等新种制模式 突破了凉油 凉菜 争地瓶颈 在山东林仪市 举南县花生高产公关田 农迹专家推出单粒金波技术 把原来的每学两粒 改为每学一粒 适当缩小株距 增加学术 提高花生产量 它能延迟收获10到15天 光合效率的时间呢 比传统双粒高20天到25天 所以它会单产提升 推广到全国别的地区 那么我们全国的花生总产 有料产能可以实现提升 挤之自粒 我去自粒 コ fifteen 我们先到处理 我去自粒 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